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你们经常会在读书 读后感之后 发生的一些常见的错误 第一个呢 读后抄 What is 读后抄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的读后感的内容 其实就是对原文的一个翻译 我们看一下 大量摘抄引用材料中的原话 也就是这个材料呢 大多数就是我们的文章或者书本中的 对不对 一直就说 这文中的主人公说了什么什么话 然后他干了什么什么事 对不对 一直在对原文进行一个复述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一种复述的过程 其实并不是你读后感的过程 对不对 也就是说你把原本读后感的内容介绍的部分 延伸到了整篇读后感当中 这点是不可取的 对不对 我刚才已经说到了读后感在于感 在于感想的那部分 那部分才是最重要的 好 第二个脱离材料 也就是说没有读的内容 或者不能恰当的引用材料作为感的佐证 所以说你知道小达老师上过大学之后呢 这个论文呢 有时候需要你 我们也经常会写读书报告 这样那种形式 你觉得读书报告 我就不能说我单独的把这个材料中的东西拿过来 怎么怎么用 你一定要把它材料放一块 有你的分析 并且你的分析和材料是要紧密结合的 这样一唱一和的这样一个状态 千万不能就是说我的材料是一部分 我的感想是一部分 把它截然的脱节开来 一定要知道材料和你的分析和你的感想是要密切结合的 比如说我们来举个例子 卖火柴的小女孩 你在这里呢 比如说你大概就介绍了 最开头介绍了一下 这篇文章讲了一个小女孩 怎么怎么样一个悲惨的经历 对不对 那你再觉得这篇文章哪个地方最有亮点呢 想把它写出来 对不对 小达老师就这样写了 我就觉得 他这点燃火柴的那一刻是最为美的 为什么 首先你就可以罗列一个材料 就是说小女孩刚点亮火柴 看到了这个温暖的火炉 对不对 等等等等 你在这里 你用完材料之后 你可以就加入你的感想 我在 我从这里就可以看到 小女孩现在已经非常的 就是觉得自己已经饥寒交迫了 会感觉到身体非常的冷 他希望有一个温暖的地方 来温暖自己 对不对 你可以加入自己的感想 然后呢 我从 然后女孩继续点燃了第二根火柴 他看到了烤鹅 对不对 那么看到了这个 或者烤烤火机之类的 之类的 吃的东西 那你从这 你又可以感受到什么东西 对吧 你觉得文章这样的描述有什么好处 或者你在这里 你就觉得心里有触动了 那你就是要有一个文中的内容 有一个自己的感想 把它结合起来写 对吧 好 第三个 就是论事泛泛而谈 也就是说你的读后感呢 比较肤浅 感不能深入 也就是说 其实我不需要你写一个像哲学家那样的一种长篇大论 来把它说的有多透彻 但是至少如果你能够多一些思考 多一些角度的思考 如果你没有多角度 只论一个点的话 你可以把这个点更加深入的挖掘一下 多进行一些联想和思考的话 我觉得 这种稍稍深入点的 稍稍 具有内涵的这样读书感 对大家来说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其实每个人的思想都不一样的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你独有的思想 这才是关键的 对不对 你不需要爱不仁后尘 一直在模仿别人 对不对 好 那么第四个 不能紧密的联系实际 现实 不能由现象到本质 由个别到一般 也就是刚才我跟大家所说到的 有时候呢 我们在写读后感的时候 老师会要求什么呢 联系生活实际 联系自身经历 那么这个地方就是 有些同学可能只是为了读 或者只是为了感 然后却没有说 我把这种现象 再进一步放到 自己现在所经历的生活当中 看有没有相似的现象发生 对不对 我有没有跟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 那么如果你能够把这一部分 联系实际 联系现实的部分 结合起来的话 可能你的读后感 就更加有什么样 现实意义 那么他的这个价值就更大了 对吧 所以说 由现象到本质 你可以抓住最后面 这个人干的这么多事情 可能最后只是为了一个什么呀 意 为了讲义气 对不对 由个别到一般 那么这一个人发生的事情 在现在的社会中 是不是普遍存在的呢 你可以进行一下思考 对吧 好 这是我们经常犯的错误 那么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一下 以后不要尽量避免这样的错误 好 那么下面我们继续看一下 读后感的一个写作方法 一般呢 我们的这个作文的 特别是我们说议论文的 这样一个结构模式 有一个拧意连结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带我细细分析开来啊 所以说我们的读后感的写作啊 也可以分为连贯的这样一个四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数读 也就是刚才对 对你读的内容 进行一个简单的复述介绍 对吧 就是引的部分 引出你的材料 好 第二个呢 叫做感点 我们刚才说到了感点 你受到的感强 这就是一个议论 评历的部分 第三个是发感 诶 如何把你的感点发散开来 也就是一个联系自身 联系实际的一个过程 第四个叫做节感 那么这个题目有点奇怪啊 但是大家记住这样一个流程 大概的这个思路就OK了 这是一个发出结论的部分啊 好 我们继续看一下第一部分 叫做数读影 在通常的情况下 我们读书感的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要写 一般就是围绕感点 引述材料 也就是把你所读的这样一个文本内容 哎 再表达重复给我们的读者 然后我们大概知道 哦 你读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怎样的文章 嗯 那么这个感呢 是由特定的读来生发的 影是感的根源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这样读的材料的话 你怎么会有感想呢 对不对 感是影的目的 哎 你影出材料 就是想进一步抒发你后面的感想 所谓影就是围绕感点 有地方诗的 来减述原文的相关内容 记住 哎 先要减述一下原文的相关内容 那么写这个部分呢 就是为了你后面不是要交代感想吗 感想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就是从我现在给你介绍的这部分内容中来 所以这部分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缺少的 为后文的议论做好图片 OK 好 我们看一下 在数读这部分呢 一定要注意的是有一个问题 叫做精简 千万不要说 我把这个内容说得越详细越好 其实有些东西 你只要简单的表达 哎 发挥你的这样一个概括能力 把它表达出来就可以了 其实他所占的这个篇幅可能比较小啊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 哎 如果你说你想写一个红楼梦的读书感 哎 你开头就用这样一个三五 三五万字来介绍这个红楼梦的故事情节 你想想想他那么多故事和情节呢 对吧 那么那你还有多少的这个文章内容去写你的感感受呢 对不对 所以说要简单的介绍 简单的介绍啊 对于原文的数读呢 材料是精短的 可以全文引述 也篇幅比较长的呢 只能够简述与感点有直接关系的部分 哎 就比如说你下面的感受着重是要采取哪个方面的 哎 哪个章节的 你可能就把那一个章节简单的叙述好就行了 哎 不用全篇的长一个大的介绍啊 那么与感念无关的部分只需要哎 忍痛割爱就可以了 所以说数读的材料记住他的一个基本的要求 精简准确有针对性就OK了啊 这是读获感写作的一个规则 也是我们最开始最基础的第一步工作 数读引引出材料 OK 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第二步就是感点 也就是有一个分析评译的这样一个过程 哎 在我们刚才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引述完材料之后呢 我们可以就紧接着对刚才所引的这样一个内容啊 做一番分析 一个就是论事的分析 哎 就针对你刚刚所引的内容 那么你也可以对整个文本 也就是说我们整个的这个 哎 全部的书目或者是全部的文章来进行一个完整的分析 对吧 哎 那么对于这个书本中啊 或者文章中你觉得 哎 寓意比较深刻的 哎 能给人启发更多的这样一个寓意深的材料 要深入剖析 对吧 那么然后呢 水到渠成的 量出自己最后的一个感点 那么也就是中心论点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这个感点这部分也就是你开始抒发自己的 读后感到感这部分内容的开端 对吧 好 那么感点的提出要有与之相关的这个所读材料 对吧 我刚刚已经举了一个例子了 你不能说哎 我现在只是一直说自己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有很多很多的人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对吧 哎 他们平之低下 道德败坏等等的 然后你没有说你这种感想是从何而来的 你在这个时候你的感想是要与之相对的 比如说就刚才那个话题 哎 我觉得现在社会上是风日下 这种做坏事的人越来越多的 就像文中谁学谁一样 哎 他们做坏事是不会顾及到后果的 并且内心是没有羞愧的 对吧 你你就是把文中的材料引过来 然后为我所用来进一步抒发你的自己的情感 来自己的感想 对吧 所以说如果没有速读这部分材料的话 这个感点就有一点点空发议论 泛泛而谈 比如说我刚 啊 现在的社会太坏了 对不对 哎 坏人太多了 我老觉得自己会受到欺骗 会受到伤害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让这个社会更加和谐起来 那么我这样说完之后呢 你不知道我到底读的是哪一篇文章 我好像这种内容 我可以随便嫁接到任何的多后感当中 对吧 所以说一定要应用材料 千万不能分开 那么很多同学就会这样忽略这一点 读完文章之后 没有速读 只抓住感点来进行 说理论证 那么这样的文章 并不能够算上完整意义上的什么样 读后感 所以一定要知道你的感和毒是要紧密结合在一起的